欢迎所有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鼓励小朋友多运动 不过禁止讲完的心理 恐怕笑不出来 保龄茶是食物中毒案 持续延烧 北市卫生局的保龄机茶 被民进党议员炮轰 没采样食材 连北市通报案例 似乎也慢半拍 第一时间去 没有把这些疑似中毒的 引起的食物食材 带回检验 请问卫生局去那边 演戏吗 24号是接受 新北市的这个通报 我们也是一直在看 观察这个事情 因为台北市 也没有说 希望我们中央去 做进一步的处理 到了26号的下午的时候 台北市就通报我们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28号晚间指出 中央关注食案案 但当初北市 没向他们牵出援手 王毕胜脸书更补充 25号石要署 还主动制定给北市府 问调查状况 但还是维持先前通报两例 我们在24号当天 去机查之后 25号就把整个机查的结果 做会诊 来向中央来通报 北市我们是后来到 25号26号 才有这个医院进宪通报 事不解释 接到医院通报后 随即报告中央 但就连28号下午 讲完亲自坐正开记者会 也被质疑 当自己公亲非氏主 他不是以市长的身份出席 看似就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席 没有提出整个的 未来要怎么做 只有谢哲 再加上要求中央负责 这个就是文化 其实从那个虐童案里 到这个死案的案子 其实还是要认真工作 都是锁紧一点 前任市长话说得很酸 近日从儿虐台之光监制器 到现在保龄死案 将弯蜡烛多头烧 杂音也一波接一波